嘿,大家好,南加州耳湾的地产经纪人李斐 通常我们是以早安的问候开始一天的日常生活Vlog 今天我们幻化花样 现在是前一天,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19号的Vlog 但是18号的晚上 夜幕降临时分,开始我们今天的Vlog 在结束了昨天的Vlog之后 前面视频中提到过的一位跟我一起看房的客人 一位大姐姐,特别贴心的 帮我们团队提出见识性的意见的 现在又对我们个人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哇哦,她在国内订了8只阳城湖的大闸蟹 还活着的刚下飞机 让我赶紧拿回去蒸一下 遇到这样的客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感恩 老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觉得Heidi剩下的这件衣服特别眼熟 这是她姐姐Fiona当年像她一样大的时候穿的 穿姐姐剩下的衣服了 时间真的很快 Fiona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历历在目,仿佛昨天一样 现在Fiona已经是一个大大大姑娘了 你是姐姐啊 你穿姐姐的衣服了 太可爱了 诶,Lucas 妈妈让我给你一个大大的表扬 说你现在这个字写的比以前好太多了 What happened to her writing? I don't know 你怎么突然之间就写的这么好了 我以前已经都已经觉得很难过了 你字写的简直像你人一样丑 现在你突然字写的就很好看了 难道你人也变好看了吗 没想好怎么设计一个有趣的转场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画面 但想好了今天视频的主题 今天会进程到洛杉矶 给大家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 参加一个华裔跟犹太家庭结合的婚礼 I love you 把Lucas drop off打篮球 我去旁边星巴克建一个 可能想要入行的 马来西亚裔的华人 会讲中文 应该也会讲马来语 英文应该都会的 但我前面在视频中提到过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会讲 越南语广东话英文 中文的这样一个复合性的人才 如果看到我视频的底 你是这样的人才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团队 我也可以付你薪水 做一个全职的我的assistant 对 contact me 男女不限 见完了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伙儿 25岁很年轻很fancy 跟Dylan很像 他那个项链啊衣着啊 鞋带的捆绑方式啊 就直接让我想起了Dylan 他也看过影片 他说Dylan也是这么年轻 23岁 对 他是在一个房地产管理公司做会计 全职的会计 大家看过我的视频之后 他对我们这一行销售还挺感兴趣的 我很喜欢跟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过来人的经验 以及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的一些怎么说 影响力吧 就可能会对他们讲大了 就是可能对他们的人生轨迹才能影响 讲小了就是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这个会让我很有成就感 比如说Dylan过去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stylist的在商场里面 我觉得我把他带到了这个房地产行业来 然后慢慢越做越出色 就我很开心 这个比赚到钱还开心 这个小伙儿很腼腆 不愿意上进 以后再找机会吧 但是他听完我讲的之后 他觉得还蛮感兴趣的 是他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机会介绍给大家 我还挺喜欢他的 我觉得马来西亚这种文化 东南亚他们比较靠近 然后多余 看起来人也是很谦虚很踏实的一个人 I like it I'm too over puppy love Parties get a week about the years now Can't take it any body to tie my I'm 20 anymore I gotta realize I'm too over puppy lo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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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把Lucas放下马不停蹄出门干活了 在Ochern Hills 我们会上市一栋五房的 To Borders Dev View的风景房 今天去做实力的设计部长 今天我们还会见到一个蛮重要的人 是之前我们发过招助理的时候 一个大姐姐跟我们联系 她说 Maybe她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接送的助理 但是她可以帮我们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陪我们的孩子写作业 就是家教啊这一块的 我们非常感兴趣 我们会去见她一下 因为她的孩子现在已经在美国读大学了 听起来教育方面还是蛮成功的 所以我们想要借鉴一下育儿的经验 然后如果合适的话 我们也打算请他们真的做我们的 这个不叫生活助理 这叫什么助理 育儿助理 托尔兄弟 尔湾城市景观的五房大豪仔 先不做展示 全部准备完毕之后 再带给大家详细的视频 每次来接Lukas就是最闹心的时候 No parking Why? Why? I don't get it F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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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六的补习班 接着我们家可爱的两个孩子 然后常规动作 他们的冰淇淋 两个小粉粉 拜拜 拜拜 老婆我的频道新进了一位视频观众 叫做George黄 他说你老婆长得很有魅力 你可以多拍拍她 不比那些在美国娶了 就是美国本地老婆的华裔拍的视频 对他差 说要拍一些我们怎么认识的生活小事之类的等等 然后我就想起来了 其实我们已经拍过了 我就发给他 我说四年之前我就拍过那期视频 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是怎么嫁给我的 是被骗了吗 回想一下已经四年了 被你骗了 是吗 对 你就被我骗了 你被人骗了 然后又被我骗了 所以我们结婚了对不对 所以真的还挺感慨的 已经好几年了拍视频 所以新进来的视频观众 肯定都不知道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 会说你们拍些这个拍些那个 全部都已经拍过了 现在为什么开始做平凡的日常记录 因为话题已经全用完了 今天我们家领导去见了我刚才说的 很适合帮我们做家教的人 然后先不讲家教这件事情 我们得知了一个蛮有趣的消息 就是这个人在耳湾投资这套房子 他的租客居然是谁呢 是我们现在耳湾的现任的印度裔的市长 不太理解市长为什么会租房子租 不过他说是好多年了已经 可能人家在当市长之前就一直在租房子 也就一直租的 这个婚礼的承办方他下周会帮我们办一个活动 他邀请我们过来看一下他办活动的标准 另外呢他也是这个新娘的伴娘 他们是好朋友 这个新郎是犹太人 犹太人的习俗跟我们的习俗有很大的差别 他也让我们过来感受一下 就比如说现在吧 我们全屋的人都坐在这里等 等天黑 因为他们的ceremony 必须要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才能够开始 等待期间我们去他们的楼顶参观一下亭基坪 看一下洛杉矶的夜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琵琶 I, I, I wish you could be happy, happy, yeah, yeah But I can't lie, lie, li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You don't care what's real no more No, you don't want me anymore You only want what you can't afford, ah This is goodbye, bye, bye L.A. made you crazy, crazy, yeah, yeah I see your stories, and I can't believe all the people you meet Um, think you belong with everybody else But you belong with m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Sound U don't see straight 시 straight When You come to Me 犹太人的仪式跟咱们中国人真的很不一样 很长 相对比较严肃 咱们中国人或者是美国的都比较放松 比较喜庆的这种感觉 他们是趁着挖紧的 哇 好严肃啊 然后中间还男生用西伯来语 女生用粤语各自宣读了自己的诗词 觉得参加他们的婚礼 或者是他们这个婚礼的仪式吧 本身就是一堂关于婚姻的课程 感觉这个课有20分钟 中间也没有什么鼓掌欢呼什么这些东西 就蛮严肃的 然后直到最后男生踩爆了一个球 大家才稍微使心一点 对 感觉很不一样 对 然后他们现在吃饭了 我们就不蹭他们的饭了 我们两个人二人约会一下 我们去吃韩国城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对 我们去一下韩国城 刚刚那个网友又留言了 我给他留了4年前的影片的链接 他进去看了 然后他说你的视频应该改一下标题 所以视频拍得很好 但是标题不行 他说这个视频的标题应该叫 小警察如何炒根逆袭 追得什么英国留学白富美 然后进去美国的 他说这样就大火 特火了 对 你改一下吧 好不好 看一看 按照他的这个指点 你改一下看看这一集会不会大火 我知道怎么样 可以让我的视频更火一点 就怎么样起标题党的那种标题 怎么样搞一个很抓人眼球的封面 但是我拒绝这样做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奇怪 就是你既希望你的视频火 又不希望你用那种 就是很你知道吗 就钓鱼档那种感觉去火 就感觉是静静的在创作 然后等待有一天别人发现我的日常 发现很无聊是吗 对好无聊 今天办婚礼的就是我那个好朋友 叫Rachel 下个星期我们的活动也是他来办 上次我们十周年的惊喜 也是他协助我老公在进行的 就我身边有很多人的 比如说求婚什么的 上次Rex他们也是要办的 对 所以我决定20年结婚纪念日 我找他来给你一个惊喜 现在已经告诉我们了 对Rachel手里藏了很多 这些秘密的好的地点 这些地点就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比如说他们犹太人的风俗习俗里面 他们是喜欢这种 这个大厅就是四个柱子 就是那种亭子的感觉 他们是需要在这种 环境和场景下的 那他其实就知道了 Downtown这个地方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符合他们风俗习惯的场景 看到二楼那个男的丢了一个东西 给那楼下的小孩 然后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住五楼 我觉得我每次忘了带东西 然后在下面喊我妈 妈 我忘带东西了 然后我妈又会把东西从五楼扔下来给我 我还去你家五楼楼下占过的 是吧 对 企图你凑巧从窗户往下看看到我 我从来不从窗户往下看好吗 对 我去了好多次一次都没看到过我 烦死了 韩国城的夜晚不常来的地方 停车很困难 我们要吃饭的广场里面已经停满了 把车停在隔壁广场 这个建筑好漂亮 回到家了 我们一进尔湾就觉得尔湾的路很宽敞 城市很干净 对 LA虽然很繁華很热闹 高楼大厦 漂亮的城市景观 但好像不太是我们喜欢的居住的环境 那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了 一个从夜晚到夜晚的vlog 明天 明天会恢复工作 对 明天会带两组客人去看 新港啊 尔湾啊 Toe Brothers 这些豪宅 对 明天也会看到我们今天做准备的这间房 先给我们一些 内部客户推广一下 对 但准备好了之后我们的视频会推广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在找 Around Alchard Hills 五房Toe Brothers大豪宅 几乎没住过 几乎是全新的带城市景观的 跟我们联系 好吧 See you tomorrow Bye Lina 要跟大家说话吗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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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